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行 他是总经理 是公司的核心 这 这个后果应该由我来承担 他为了保护你 可谓是用心良苦啊 我真没想到他们俩是这种关系 我当时吓一跳没敢上去栏 李总 您别怪我啊 喂 许丽 你给我打电话了 啊 一望叫大家开个短会 你去哪儿了 可是我 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了 很重要吗 那你回去吧 我跟一望说一声就好了 行 那你们先开 开完了要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转告我一下啊 啊 拜拜 下锅也太能装了 好了 别议论了 开会吧 漂亮 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有也不缺 大家看一下核心 主要是这三个项目 我们调查了一下社会环境 我学会努力享受当下的幸福 可又是不是踩在了危险的边缘呢 生活 总是给我们出着一道又一道的难题 嗯 嗯 我不想看 下锅 打了你多少电话 怎么才接 嗯 怎么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你还睡得着觉啊 快看微信 我的天哪 他们是什么时候搞得一起的 看他拿项目的速度跟做了火箭似的 肯定不是刚刚说的 李总和薛总还有个女儿呢 下锅这不小三实锤吗 他们没结婚呢 都快一望我们破镜除原 心只同样恶劣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拨 下锅 知道我们为什么找你谈话吗 知道 我接受一切处罚 真的替你们感到可惜 你是公司的重点培养对象 雨明呢又是掌舵人 可你们却带着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造成了恶劣影响 陆总 对不起 这件事情让你们失望了 我辞职 你这是做什么 陆总让你过来谈话 不是让你辞职的 一个小时前 雨明刚离开我的办公室 她已经递交了辞呈 什么 她就猜到了你会提出辞职 所以她请我过来找你谈话 希望你能留下来 不行 她是总经理 是公司的核心 这 这个后果应该由我来承担 她为了保护你 可谓是用心良苦啊